同志们 现在我将GG小组分为A B组 A组担任观察警惊任务 其余人员担任GX任务 是否庆祝 明白 跟我来 B组已到达于多一点 目标已出现 慢速移动中 确认集中目标可以展开直击 大家好 我是刘树珊 大家还能认出来我吗 我现在是在第73集团军狙击手机训队 刚刚我和GG小组进行了一场模拟隐蔽渗透训练 在我们的小组当中 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布在那 大家好 我是布在那 弗亚深江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训练场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训练的科目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训练的科目是G枪 G枪对我们狙击手来说 其实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个训练科目 我们也会通过这种雷弹壳的方式训练 主要是为了保持人枪结合支点的位置 力量一致性 来加强我们的肌肉记忆 你们平常在训练雷弹壳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般会训练多长时间呢 我们打底半个小时 那我今天也尝试一下 你来给我上 好 我们下期再见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大家在镜头里面可能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静态的动作 但是其实要一直保持专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接下来我们就用实弹去检验一下我们的训练成果 走 队员们正在进行的是250米运动把射击 这个科目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判断把标移动速度 并且快速完成瞄准射击 而作为新手小白的我 今天将体验相对简单的 100米固定版射击 走 班长 我们去捡吧 刚刚我从我的瞄准景况里面已经看到我上了一个十环 所以说这把枪的精度非常的高 走吧 我们去看看我这个新手小白打的怎么样 打的不错 是个十环 五发都在十环上 合格了 这把狙击枪的弹子弹出逃的那一瞬间 盛山怎么样 今天打完跟这个开坛课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两种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当这个狙击枪的子弹出逃的那一瞬间 我的感觉就是太爽了 就是这三个字 那你当时第一次拿到这把狙击枪的时候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第一次拿到狙击枪会有最沉甸甸的感觉 但是之后跟它一起相处 我觉得它是我最亲近的战友 就跟宝贝一样 那你在成长为这个狙击手的这条道路上 你觉得就是最困难的是什么 最困难的就是克服心理障碍吧 因为前期考核成绩不理想 然后我也通过找这个前辈啊 教练员请教他们也跟我说 打把就不能想太多 心态要放平 你顾虑越多你打得不好 之后通过训练 平时给自己这种自己的心理暗示 每天跟你说要跟自己比 每天突破一点进步一点 放平心态 这也是成绩不断进步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对 其实只要把心态放稳 成绩就会慢慢的提高的 是的 那你最近的一个小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小目标就是不断进步不断突破 在节夜考核中交一份满意的打卷 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谢谢 走